香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实际上是远远流长 在中共百年发展的每个阶段 几乎都和香港有这样那样的联系 1941年12月 日军进攻香港 英军抵抗了18天就投降了 所以以后在整个三年零八个月 香港沦陷期间 抗战重任就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 所以在整个沦陷期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港九大队 它是当时在香港 唯一一支曾见自由始到终 坚持抗战的武装力量 港九大队它当时是以游击战的方式 不断地袭击和骚扰日军 同时它还参与过营救盟军的飞行员 还有为盟军提供一些非常有用的情报等等工作 整个这段时间 港九大队有115位烈士 为保卫香港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港九大队抗战的历史中 其实有很多生动的势力 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与港人雨水交融的 这种典型的实力 比如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就是说在1943年5月的一个晚上 当时港九大队大玉山中队的中队长叫刘春祥 他带着六位班牌干部乘坐一艘木帆船 由现在的东冲渡海到对面的龙谷滩 去开辟一个新的地区 结果行到途中 在沙洲和龙谷洲这两个小岛之间的海面 突然遭到日军武装巡逻艇的袭击 当时我们是返船 无论是船术或者是火力都比不上对方 所以经过这个积累的交火以后 这个刘春祥和他的战友 以及船上这个船家的夫妇两位 还有他们的两个女儿 一个男孩 全部壮烈牺牲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感动人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支船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船实际上是这个船家 生产和生活的一个全部的家当 就是船家就是为了支持共产党的抗战 舍弃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支持 这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 我们可以说是感天动地的一个事情 由于在这个二十大战期间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当时与英国 有比较好的合作的关系 因为我们救过一些英军的战俘 对吧 还是当时还为盟军 作为盟军的英军提供过很多情报 所以战后有一段时间 英国政府是允许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半公开的存在 所以当时呢 中共中央就决定 以香港为中心展开城市工作 这个特别是到了后来发生国共的内战 到了内战爆发以后 这个作用显得更加明显 当时很多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 从国民党统治区到了香港来 当时共产党就是和民主党派一起做了很多工作 当时呢 这些民主党派他们在香港 有的是重新建立组织 有的是建立新的组织 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提出的五一口号 开展新政协运动 然后呢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护送下 很多民主人士就坐船 由香港到东北解放区 然后参加新中国的筹备工作 所以这段时间实际上是 中共共产党利用香港这种特殊的地位 实际上为新中国的建立 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 再往以后呢 我们就讲了就是 1949年4月1号 中央人民共产党成立了以后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新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方式政策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新中国政府呢 就认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是不承认地位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的 但是呢就准备将来的那个条件是何时 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没有解决之前 暂时维持现状 所以中共共产党在做出这个决定呢 实际上是有历史的根源的 因为在这个三三零年代 就是在这个 中国的这个土地革命时期 这个周恩来 邓小平 叶剑英等等 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他们都曾经到过香港 在香港开展工作 所以他们对香港的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他们有亲身的体验 所以他懂得如何用来 用香港这个独特的优势 那位国家的建设来服务 所以当时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就是提出了一个口号 就是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 这实际上就是从实际出发 尊重历史 所以具体的做法上 是从政治上注意维持香港的稳定 从经济上对香港给予大力的支持 1949年 当那个解放军大军南下的时候 当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 曾经做出这么一个决定 就是说野战军 不得越过 就是罗湖以北 40公里的张木头一线 那边界呢 就是让地方部队来维持治安 这样就是避免 这个因为解放军南下 引起香港社会的恐慌 至于经济方面呢 就是大家都熟知的 比如说东江水贡港 还有三趟快车等等 都是中国共产党从经济上支持香港的具体的体现 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缺水的城市 1963年缺水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因为大汗嘛 缺水结果到就是四天供一次水 一次供水四个小时 严重的影响了就是市民的生活和工业的发展 当时这些爱国的团体 比如中华总商会 工联会 以及英国政府 都提出希望我们国家政府给予支持 所以到了1963年时候 周三南总理就决定要兴建 这个东江深圳供水工程 来解从长期角度 长时间的解决 根本上来解决香港用水的困难 在这个60年代初 当时是国家经济很困难的时候 当时国家拿出了这个 原外的资金 3800万元人民币 来作为一期工程 3800万现在看来好像不是很大数字 在当时还是非常大一个数字 同时周三南总理也提出 就是说整个这个工程 我们只要求收回工程成本就完了 所以收的费是非常低的 当时一吨水 就是一吨救命的水 实际上只收人民币一毛钱 所以长期以来 当后边有了一期工程 又有了二期工程 三期工程 这一二三期工程 总投资当时是二十多亿人民币 所以到后 一直到现在 就是香港的用水绝大部分 还是来自东江水 1997年 当时从内地供水是7.5个亿立方米 占当年用水总量的82% 香港人很大一部分是广东人 是吧 他是很喜欢在食品方面 是鲜活的食品 但是过去就是运输方面有很大问题 后来我也解决运输方面的问题 就是从1962年开始 我们国家的铁道部和外经贸部 就开通了 就是向港澳运送鲜活食品的三趟快车 这三趟快车就是说一年365天 只在大年初一修行一天 天天开洗 这个我们内地供港的这些食品 实际上是优质低廉的 一般说的价格是低于国际水平的 所以这个内地食品稳定均衡低廉的供应 再加上后来香港政府也实行了公共房屋政策等等 这些因素加到一起 这样就使得香港人通货膨胀率和劳动力成本 远远低于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 这样就提高了港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所以我们可以说 就是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 就是香港繁荣稳定 当年经济起飞 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从 Cyber tri负责 EA